他要我們去查什麼呢? 查成本啦 所以成本的話 然後他要我們用微軟 所以插入函數的時候 那類別我習慣是找那個 檢視與參照的最後一個 有沒有這個微軟函數 檢視與參照最後一個嘛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那微軟函數應該還蠻常用到 這個的話就查資料 那查的話實際上就是 你要查的是什麼呢? 我要查的是這個品名 一樣嘛 品名特別注意之前用點1、2不行 記得用F3 F3的話它是什麼? 品名所以你就找到品名 OK 所以其實就改變一下習慣 F3 然後選那個欄位名稱 然後要去哪邊找? 比對table table就是table的範圍 就是那個對照表在哪裡 那實際上就是那個產品 所以按F3 去產品那個表 就是這個 我們好像最早有看過啦 然後按確定 然後在第三個問題 那到底你要把產品的哪一欄資料 帶回來呢? 那如果你不知道有個簡單的方法 我習慣再點一下上面這個產品這個表格 它會跳過來 1、2、3 我要成本 所以再把1、2、3 3這個數字 填到這裡 那意思就是說呢 我要帶回來的是 這個表格裡面的第三欄 OK 所以我就輸入好 輸入3 然後呢 要不要找接近的 叫range lookout 要不要找接近的呢? 不要 不要就是0 或者你打false也可以啦 不過打0一定比較簡單 那要的話呢 就是1 1的話就是說 如果你找不到一樣的資料名稱 比如說傳真值沒有 它要幫你找接近的 比如說傳真 然後這樣 反正找接近的 不過找接近在V-Round數 也有時候反而會是一個問題 因為它找一個其他的東西 反而會造成錯誤 所以理論上一般習慣用0 按確定 找一樣的喔 好 看一下對不對 記得一定要名稱喔 這個沒問題 按確定 那其他的話向下填滿 V-Round數的部分就OK了 公式的話也可以 查一下那個雲端上面 其實雲端上面我有放那個 這個 1c 這個是第一題的1c的答案在這邊 那再1d的話 實際上就是要叫我們把那個 數量跟成本 兩個把它算完 所以這邊的話 計算成本 那就是公式是數量乘 這就比較簡單 這的話 成本就等於數量 所以你一樣喔 等號之後按F3 然後找到那個數量的這個欄位 然後再乘的話一個星號 再F3 然後呢 再去數量乘以這個什麼 成本嘛對不對 所以在按照題目這邊有啦 所以其實考試都有這個 你打過 只是說要把它改成 它的那個定義的名稱 其實就指的是欄位名稱喔 然後向下填滿就OK了 好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 把那個 1cd做完了 然後 公式其實蠻簡單 記得就是F3啦 可能要改變一下那個習慣部分 F3 OK 1cd 好 那第一題理論上應該就完成了 接下來的話呢 它要我們再切到另外一個工作表 叫銷售統計圖 所以待會的話 我們可能再看這個 銷售統計圖這邊 然後要把它的銷售總數把它算完 那當然啦 這個地方如果你要計算的話 其實喔 也不用這麼麻煩自己列個表啦 其實用那個樞紐分析表 也是可以做出統計的數量 有沒有 其實樞紐分析表有沒有 你這邊這邊有表的 你就直接 這個這個額外的考試喔 插入樞紐分析表有沒有 然後範圍給它對了之後 你直接用拖拉的嘛 它這個是要統計什麼 統計它的品名嘛 所以你就把那個 品名的部分喔 拖拉到列 然後它要算什麼東西啊 它要算它的銷售的數量 銷售數量在哪裡 銷售數量應該是這個吧 所以你就是 再把那個銷售的數量拖拉到值 它就幫你加總起來了 這個表格 不過因為考試的時候 其實它不是要你考你樞紐分析表 所以這個是額外 但是做出來結果應該會是一樣的啦 只是說 一個是用樞紐分析表 一個是自己要統計出來的 當然這個自己要統計的話呢 變成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說題目有提到說 要用什麼函數 然後依據訂單工作表內容 計算各產品的總銷售數量 所以意思是什麼 這個 這個什麼 A4的銀印值 它到底銷售多少的數量 那變成你可能就是要把這個 A4的所有的數量 通通做個加總吧 那問題來了 這要怎麼 根據它的名稱去做加總 那這裡它有個提示 就用三米弗啦 所以三米弗的話 有不要放這邊插入函數 然後呢 三米弗的話呢 它的類別啦 當然如果找不到 你找全部S的也可以啦 找全部的S 那我記得好像三米弗應該是在數學與統計的 數學與三角函數的這邊吧 然後你找到那個三米弗 它大概會是在比較下面的這邊 S開頭 有個叫三米弗的這個函數 那三米弗的函數的話呢 它會需要跟你要三個參數 哪三個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個地方可能要記一下 這上面這兩個是一組的 也就這個範圍的這個條件 如果為True的時候 才去做加總的動作 所以它應該什麼 範圍應該是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那個品名的部分 所以呢這邊應該按F3 請你幫我去那個品名裡面 找找看喔 所以它會出現這些品名 像傳真值啦 A4值這些 那如果條 第二個是條件 條件什麼 條件如果是A4的話 那就幫我加總 那加總的話應該 所以數量應該在哪裡 F3 就幫我把那個數量的部分 通通加在一起喔 那我就知道說 每一個產品它銷售的數量 各是多少 OK按確定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三米弗的話 它其實這兩個是一組的 那這個的話 是當上面的條件 為True的時候呢 它就會幫我加在一起 好啊這樣的話答案 我看一下應該這樣OK 按確定 所以喔品名數量 這個應該沒錯 我確定一下 應該 這個的話 你們可以在這邊 你可以看到 品名 然後這個名 名稱的話呢 這邊就不用定義名稱 因為這個A4 因為它這邊 沒有定義名稱 所以這個A4OK 然後再來數量 所以這個應該沒問題 好 那向下填滿 這樣就OK了 我看一下 理論上跟剛剛的樞紐分析表的結果一不一樣 有沒有 一模一樣 所以如果假設啦 這不是考試啦 考試 你考試反而多做一定會錯 反而錯 如果說今天假如你用樞紐分析表來做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 這結果完全一模一樣 只是說它多了一個總計 但總計你也可以把它拿掉 所以我們從這邊可以比較出來 樞紐分析表 其實就是背後幫你把你要的那個資料 先把它留下那個清單之後 再幫你做SAMIF 或者是COMIF 等等的相關動作 OK所以這個順便補充一下 好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我就知道說 它的銷售數量有這一些 欸 那再來其實就是要考你會不會畫個圖了 所以這個做完之後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題目 就是第三的部分 它就是要畫一個 在銷售統計圖 繪製一個叫子母圓形圖 放在哪邊 這邊都有一些要求 所以請各位先把那個 它放在這邊 銷售統計圖的這個地方 試著先把這個 第二題的部分先完成 待會也試著做做看吧 做一個那個什麼 欸 子母 這個什麼 圓形圖 然後放在 這個地方